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来 念一次 答案是 不一定是真的 为什么 可能是什么 道用 道用 对 你呢 你觉得是 假头像 从哪里来假头像 P图 你也知道P图 中家宽萍吉隆的讲师 也提醒学子 不要任意转发讯息 尤其是散播疫情的假讯息 不但可能罚钱 还会涉及刑责的问题 在有奖问答时间 小朋友都踊跃举手发言 互动相当热络 现在媒体试读的这个课程呢 真的是对小朋友非常的重要 因为现在呢 每个小朋友都人手一个手机 那很多的讯息呢 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要去查证 不知道要去求证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儿童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必须要去让他们有这个媒体试读的一个素养 让孩子从小就知道对任何的讯息 我们都要去查证 那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 有这样一个那么活泼 用这个卡通的这个形式 让小朋友能够深入浅出 然后还有有奖增达 我看小朋友真的是 真的是非常的开心 然后这样生动活泼的一个教学 非常好 就是之前呢 在我的LINE上面网站 有看到一个陈时中 最近疫情 陈时中说 那个端午 连假过后尽量不要出门 日期是6月25号 这个却是去年的端午节日期 但是呢 今年的日期是在6月3号 所以我们下次看到这个 这种假讯息的时候 记得先去查证 然后你觉得可以用 假设你看到一个假的讯息 你觉得会用什么样的方法 可能可以去查查看 有 现在LINE上面 都有一些官网的官方网站可以去查 查询上面就有很多了 可以用 麦果盆 的软体可以去查 然后LINE还有 台湾的 讯息查证 所以以后就是看到 就是看到讯息的话 一定要先去查 不然到时候被骗 小朋友们分享 自己曾经看过的假讯息 也在第一时间判断 不能轻易相信 透过这堂媒体试读课程 带来的观念 也更加深了学子的印象 大家一起做个聪明的乐听人 记者陈淑平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道 这次的出场 电异 我们不建议 微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